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 一先生免疫功能已经紊乱 基本上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 一先生接到机要员的情报 情报显示 国民党正在调集军队 在临近防线上有异动 也间平二处 藏有许多无法破译出来的 国民党特A级藏文密码 长虎等人愿意帮助破译 以便及早找到国民党军队进攻 悠行缺口的确凿证据 李从文和何游真在寺庙 替老王超度 萧月和长虎找来 祖成武无功而返 躲在门后的梅寡妇 听到了这一切 将情况告知李从文等人 祖成武的失败 令李从文等人感到深深的恐惧 我是一个资深的老情报 但是很显然的 野间将军对我的判断产生怀疑 露 MI SHI 是 魔态神 是 是 乌司令对你仗乎有加 你去背叛他 你知道 他发现到你身份之后 有多宽散吗 再仔细想一想 你是不是 还有了一些情况 你有交代 当然 我要强调 我个人认为 你真是 一路而不是 鬼隐瞒 不 不是 他们只是卖钱 只为了谋去私利 有 你们真个人的一句话 不是 他一句 真的只为谋去私利 我们有撒谎 他们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没有一点关系 叶剑将军 咱不就是 就隐瞒心情 你不觉得 这最书名习惯重大吗 打 打 私利爬外 私利 私利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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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 不说 我活大腿 别打了私利 是吧 那些弹药 你他妈给谁了 司令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也没说干什么用 真的司令 哦对 他们 他们都跟我 是单线联系的 过段时间 他们又换了一个人 我前段时间 前段时间又换了人 真的司令 我 我他妈好后悔啊 后悔你他妈当初变什么去了 别打了司令 别打了司令啊 痛快了司令 别打了司令 别打了司令 从文和有贞那边已经万事俱备 会同时和你们 潜伏到预设岗位 积压室下面的排污管道 只通弹药库 没有警备 行动之前 我们会暗中创造你们越狱的机会 抱歉 老王 计划中 内应战士的行动 引爆弹药库的时间 误差不得超过三分钟 这种做法成功率最大 所以 委屈你们了 说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装孙子吗 我们俩装孙子像的 我和你们说的情报 都是上风允许透露的 而且可以被核实 在刑讯的过程中 掌握好节奏 一点一点剂牙膏 别在行动前都用完了 姐姐 你怎么变得佛我妈妈的 其实这话我不应该跟你们讲 我总觉得 这次行动还有什么 是我们没事先撂倒的 你是不是没想到女人 这么善变呀 你个老家伙 笑我 没有没有 我是说呀 在任何事情里 唯一不可控的 就是人 其实回头想想 我也没想到 停了傻眼以后 我和你王嫂的关系 就变得这么模糊 你说是夫妻 同志 如果需要分开 我们能做到果断吗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把那些 我收集的那个明星啊 全拿了金 让他们挣钱 大大的挣钱 被养过女后 走过傻眼 给他们养的白白白白白白白的 不是啊 那带着去 多有面子呀 死鬼 记不下正经的 他们来了 别动 把枪放下 否则我弄毙了他 你放下 你放下 叔 你们的上线是谁 那批军火晕到哪儿了 我真不知道 我没撒谎 火一上船 就不归我挂了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们两个人 最好都放聪明一点 事情已经败露了 你不交代 我们早晚会查出来 这只是时间问题 何必呢 这样一次一次的受折磨 我真没骗你 你们 你们打死我们算了 好 易先生 再加刑 恐怕他们扛不住 人要是死了 线索就断了 毕竟这件事情至关重大 不在乎多好点时间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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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给你时间 但是我要你看到 清楚地看到抗拒的后果 你看到了 如果某些人想有某些计划 那么 你看到的就是变化 不过 只有一个是激进者 而且恰恰逼你 你瞎了 你怎么跟我交代 既然有两个联络人 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知情 你没有权利取得 我觉得你瞎瞎不复杂脸 为什么 只因为你觉得是个骗局 叶剑将军 这是你第二次对我的判断 产生怀疑 重庆军 发动战士 我却来不及应对 或会什么 你先生 我是暂时机会官 如果我的决策 关系成千上万名 低估视频的生命 我需要 最清晰的判断 而你给我的是 一种可能性 所有的情报 必须要去证实 或者是证伪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在我负责的工作当中 能够掌握局面的必须是我 那 你只 把战罪 摆到我面前 没有 对吧 成功 他们可以给我战罪 真正 难道 不该用战罪来变戏吗 报告 我请你 情报官 长虎 小岳 岳本 来 进 长虎 我要 你最快速度证明 那情报的真实性 否则 我一定会让你护回来 丁锡进 走车一走 景将军放心 情报工作复杂繁琐 但只要视角正确 都能找到规律 你有把握 机务处想必收挡了不少 奇怪的凡文咒服 那些都是特A级变马 我们可以 我已经找过两个人 去翻译那些咒服的内涵 结论是 每一道咒服 跟前后所出现的 所有的事件 都没关系 但你仍然怀疑 那些咒服的出现 并非偶然 对吗 你记得咒服的真是很易 不知道 但并非无法破解 如果重庆方面 的确在筹备战时 那么必定会将一些绝密行动 通过特A级编码进行交互 这就是证明那份文件 真实性的入手点 你怎么做 首先 让肖月和沈月红 对机务处的档案 进行归纳和分析 筛选出与凡文咒服 有关联可能的事件 然后 与凡文专家 对事件内容结合相对应的咒服 进行规律对比 只要找出相关联的规律 就能把每条咒服的含义 一一破解 叶剑将军 有两个范文专家 正在本事搞研究 玛丁 你们已经集出股了吧 这倒是很有趣的事情 好像所有的步骤都在事件 安排好了啊 我的进步非常高效 所以我希望 你们别在 遇见藏着刘霍时 便宜 你们已经战警 该他的学习做细了 叶剑将军 把那两个谋生无门 凡文专家请过来 可需忠敬 至于你们 想从他们的身上 老头上 不无所谓 是 写的事实证明 并非只有你们的行为逻辑 规律是不被人看出来的 没别的意思 就是提醒一下 这个世界上高手如云 宫请上师为我们灌顶加持 你们谁能告诉我 尚风在摆这个迷魂局的时候 真的 真的把所有的因素 都考虑周全了吗 老王 你这个死鬼忧 还想把那些电影明星 都纳了起 你做什么春秋大梦了 死鬼 你不要脸哦 这个时候去死 你死 我还不能跟着你去死 你不要脸哦 这个时候去死 你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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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司令 吴司令 听说你要来 我们这灯笼没点亮之前啊 我就巴巴地在门口守着 你啊 他妈就是夜护相近边 嘴好 你怎么在这儿 吴司令 你看雨香这身打扮 入眼吗 你哪儿来呀 你想咋场子呀 你离我远点 不是 你他妈见不见 你说你见不见 你穿成这样 站在这儿 我就能要你是吗 啊 滚 滚回你婆家手下去 可除了你我还能找谁呀 你越这样做 我他们越觉着你见 两年来 我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全心全意为丈夫家手效 可是在我婆家眼里 我就是一个用来买卖的工具而已 三从四走 可我最后连个尊重都换不来 他们有谁把我当自家人呢 相好跟着我了 相好跟着我了 我昨天就没吃饭的钱了 吴司令啊 洪秀还在里边等着您呢 滚犊子 你怎么看不出没眼高低嘞 怎么着 还得本身令请你 好 好 我已到位 可随时协助组成五支说服工作 你交代出来的资料 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有个屁用 你耍我们 你跟我们玩你 我告诉你 我可以让你死的时候 浑身上下 连一块完整的肉都找不到 你整我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别人 请让我跟他单独谈谈 我觉得现身说法 有时候比刑法更惯用一些 每天都中间 都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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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受欢迎 才能够 发生了 快给我点警报 看不出 看不出 再坚持几天 组成屋已经来了 再坚持几天 就好 哪位贵客呀 祖师长 祖师长还是那么风流体躺啊 而且胆量不小 单枪匹马闯我的军营 请原谅 你我各位旗主 小弟就不给您叩头了 别弄他没用他 坐坐坐坐 你的意思是 由我们挑起事端 率先向你们开枪 战事一起 我保证 您的部队稍作回合 便可全身而退 你们是既想填上那个悠行的缺口 又怕日本人误以为你们是权限反攻 把事情闹大了 所以就想把我挂起来当幌子 这算判组是让你们打得够精打 日本人会把吴司令主动宣战 看作是绥靖立场之坚定表现 以您现在的尴尬处境 也需要做些事情表达忠诚 听起来倒下是一件不错的买卖 没错 虽然战事未久您就全心撤逃 但原因也是日军兵力分散 持缘不尽 跟您里外都不会有错 那就说说看吧 我有什么好处啊 抗战胜利之后 对您的一切既往不尽 所下部队以优厚条件收编 玩蛋去 老蒋抗日 能不能到底还不知道呢 抗战就算能胜利 这种事情 也是你知我知天下不知 到时候你跟你的当家的 把口这么一封 谁会相信 是你让我打你们的 你哥哥怎么死的 当初跟着桂婿打阅军 没过多长时间 桂月联手了 你哥的脑袋莫名其妙地记了旗了 哪说理去 小弟不是想和您争论这些 我只想告诉你 我永远都会念着 您和我大哥的结义之情 哪怕是兵容相见 陈武也会说一时宜 绝不使诈 你知道当初你大哥 为什么跟我掰靶子吗 因为我强 他弱 他指望着我天塌下来能给他扛着 但是天塌下来了 我他妈跪下了 砸死的还是他 你走吧 就当我们没见过面 吴自立 祖师长 我现在把你脑袋揪下来 送给野奸将军 就是我表达的最大的忠诚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我妈想要这个来害你们 我把活儿拦了 过来通知你们 你们出去躲一躲 别逗了 你信不信我把你连人带齐 往宗书里一跤 看谁死得快 那我为了自保 我就咬死说 这个其实从霸下镇找到的 谎说出去可就收不住 这日本人哪 宁可错杀一千 也不肯放过一个 你是觉得我拿你没折是吧 你听我说 我能做的就是告诉家里 说我藏旗的时候被发现了 没成功 然后你们都躲出去了 这样我妈就没什么折 再害你们 你有这么好心吗 我大嫂 我大嫂挺委屈的 就算我为白家 积点得吧好不好 你们出去躲一躲 等嫂诞完了 把我大嫂找回来 好好过日子 行 我带你离开 别被人看见了 果然是汉奸来找狗腿子 手里什么东西 拿出来 太阴险了吧 你们想用这个给鬼子留信是吧 你们为了卖乳求仁不惜牺牲全镇人的生命做代价 还有半点良心没有 不是不是 你误会我们 你冤枉我们了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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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先生 只好起进来看看 可以可以可以 工作量很大啊 是啊 是啊 由于工作量很大 所以恐怕没有太多的时间跟您交流了 其实答案早就约定好了是吧 什么意思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从我的角度来看 仅仅只是你们跟我之间的战争 慢走啊 这个人让我觉得如盲在背 没管我说组成五还没有彻底放弃 我相信我们很有机会 组个修备 走帮我们 rice 都坐 文字幕志愿者 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我跟你炖的冰糖银耳 敲敲火吧 如芒在背 来 我给您捏一捏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一说 跟你说你就吓跑了 我生是您的人 死是您的鬼 您还没死呢 我跑哪儿去啊 这话说的 你是该夸你还是该骂你 前半截说得挺感人 后半截就不着调 好了 好了 来 有人要逼着我打仗 打就打呗 咱万把子的人呢怕谁啊 问题是这仗打了之后 我会落下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 哦 那就不打了 没好处的事咱可不能干 这怎么打不打在你嘴里说出来 跟玩似的 啊 你不明白 这仗我打了 没好处 那 咱就等到军营里面过小日子 天塌下来都不管了 自家门里面 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滚上了门 外边说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何谓那个老混蛋 他不想怎么整我就怎么整我 那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大个司令 怎么逮谁怕谁 少跟我提司令的事 你个娘子总个屁事 我这还叫司令呢 老百姓管咱们叫伪军 伪军 懂吗 日本人把我们当伺候人的奴才 就差他妈给他们端屎端尿了 司令 我他妈就是个两头都受掐骨的贱祸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干嘛那么造成你自己呢 谁来捏过谁捏过去 活着才是第一位的 咱不打仗 跟谁都不打 对 凭什么呀 谁要是敢欺负咱们 咱们就忍着 王八活千年呢 咱不跟他们比别的 就跟那些混货 比谁活的时间长 这个老娘们 这什么笔法这是 王八能活长久了 吃了大补知道吗 人们都拎着刀满世界贼他们呢 是不是 ciliation 你懂什么你 就是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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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ş throat 他们把情报用完了 想让我再提供一些 组成五的说服工作失败了 这位年轻的军官 长大得不错 但是在人事方面 总显得有点太理想化了 相应部队已经做出了秘密部署 怎么办 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才把这些范文咒服制成了编码 这之后就全都得弃勇了 代价何其大业 给第十四区投送特A级自行编码 内容为重庆军筹谋战事之情报 为假 你要给他们 给日本人提供这个 日卫军如果不能率先开枪 这场战事就不会有 原则必须坚守 那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勤怎么办 听电用命吧 他们干系着整个霸夏镇的命运 霸夏镇 之前 我们不是有过大换血的方案吗 你是要灭绝掉霸夏镇所有的特勤 尽数灭杀 霸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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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还是觉得 这是一场骗局 就是因为他们的情绪 一种隐隐约约的情绪 他们充满着一种 刻意的压抑跟自我控制 这种微妙的关系 就是从我打乱节奏的 那一枪开始的 欢迎 欢迎你们来 来跟我挑战 我会亢奋 最好能赢我 因为我对失败者 从来不留余地的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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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能走 你想得陪我 这一台 你打死 我还stone 你打死 你可以打死 工作量很大啊 是啊 由于工作量很大 所以恐怕没有太多的时间 跟您交流了 其实答案早就约定好了是吧 什么意思 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从我的角度来看 仅仅只是你们跟我之间 的战争 慢走啊 这个人 让我觉得如芒在背 没管我说 组成五还没有彻底放弃 我相信 我们还有机会 我保险菜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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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跟你炖的冰糖银耳 消消火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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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芒在背 来 我给您捏一捏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跟我说一说 跟你说你就吓跑了 我生是您的人 死是您的鬼 您还没死呢 我跑哪儿去啊 这话说的 该夸你还是该骂你 前半截说得挺感人 后半截就不着调 好了 好了 来 有人要逼着我打仗 打就打呗 咱万把子的人呢怕谁啊 问题是这仗打了之后 我会落下个里外不是人的下场 哦 那就不打了 没好处的事咱可不能干 这怎么打不打在你嘴里说出来跟玩似的 你不明白 这仗我打了没好处 这仗我打了没好处 这么大个司令 怎么逮谁怕谁 少跟我提司令的事 你个娘们懂个屁事 我这还叫司令呢 老百姓管咱们叫伪军 伪军 懂吗 日本人把我们当伺候人的奴才 就差给他们端屎端尿了 司令 我就是个两头都受掐苦的贱祸 我不许你这么说自己 干吗那么造谨你自己呢 谁捏过谁捏过去 活着才是第一位的 咱不打仗 跟谁都不打 对 凭什么呀 谁要是敢欺负咱们 咱们就忍着 王八活千年呢 咱不跟他们比别的 就跟那些混货 比谁活的时间长 那这个老娘们 这什么比法这是 王八能活长久了 吃了大补知道吗 人们都拎着刀满是这贼的呢 那我就不明白了 你懂什么你 就这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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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死了 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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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办 我们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才把这些范文咒服 制成了编码 这之后就全都得弃用了 代价何其大也 给第十四局投送 特A级自行编码 内容为 重庆军筹谋战事之情报 为假 你要给他们 给日本人提供这个 日卫军如果不能率先开枪 这场战事就不会有 原则必须建设 那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勤 怎么办 听电永明吧 他们干系着整个巴夏镇的命运 巴夏镇 之前 我们不是有过大换血的方案吗 你是要灭绝掉巴夏镇所有的特勤 尽数灭杀 阿玛 阿玛 巴夏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我还是觉得 这是一场骗局 就是因为他们的情绪 一种隐隐约约的情绪 他们充满着一种 刻意的压抑跟自我控制 这种微妙的关系 就是从我打乱节奏的 那一枪开始的 欢迎 欢迎你们来 来跟我挑战 我会亢奋 最好能赢我 因为我对失败者 从来不留余地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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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这次 尚风会给什么样的情报 最好是能帮助尸台转机的情报 如果是那样的 这样的话 就再好不过了 糟了 被义先生的人强行了 别紧张 他不知道我们认识他 臭骗子 骗子 别拿好不好 给我站住 没事吧 站住 干吗呀你们这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跟你说呀 我跟别人都是逢场作戏 我对你才是真心的 我逛妙子怎么了我 你少来这一套 听你刚才的话我就知道了 骗女人的事也精通的狠你 我骗过很多女人 但是我没骗过你呀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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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你再打一遍 我还就打了 你信不信我敢打你 你不敢 我就打你了怎么着 人都有很多有事 你一定是煩子 能没有 你第二名 不 不 不 我 好 那den已经被拍了 我 不会吧 别好啦 别闹了 别闹了 有什么事回家说 回家说 有什么事咱回家说 你别骗我呀 妈 妈 毅先生 cosas 查到一个传讯站 还真是有收获 帮不拖掐 依何偉看到那张字条 一定会起到肝儿疼 幸好我们也有所预防 事前准备了张通行的钞票 防患于未然 从文在这方面 一切值得佩服 盛峰给出什么情报了 你自己看 重庆军 丑谋战士的情报为假 这什么路子这是 我也搞不懂 自己打自己 这是耍我们玩呢 别乱想 咱们分析啊 如果计划按部就班的推进 那这就是 迷魂镇的最后一步 可祖神武被卡住了 尚风不会不知道 尚风应该希望事态有所转机 也许 敌人从王嫂嘴里 撬出这个情报之后 会更加混乱 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给我去趟马舅 是 是 大家合适 小心肝 洗舒服了 看老子今天怎么收拾你 起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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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干的 我也不知道 刚脱了件衣服 我脖子就挨了一下 等我醒过来 已经泡在水里了 有了 就以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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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干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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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早睡觉吗 你 你 你 把被子拿下来 把被子拿下来 你 你 你要干嘛 对不起 玉香 对不起 我 吴先生 吴先生 你下雨光了 滚了 你走开 放开 玉香 你听我说 都怪我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这帮子祸害把我弄得 我 整天惶惶不可生日 我 我 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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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龙家的上上下下 都限制了行动自由 我怀疑啊 这武功队 对龙九和白老三 要有动作了 这白家呀也真是添乱 他这一弄啊 这武功队更加认定龙九 就是汉奸了 龙九啊 现在真是白口难辨了 问题是啊 我们还没法替得解释 可不是嘛 再解释人就该怀疑了 凭什么全镇的人 都要为一个汉奸来说好话呢 没错 从此以后 八家镇算是在共产党那儿挂上号了 我跟江洪云起立的时候 听到过他们一些交谈 是决心要除奸了 咱得赶紧拿出方案来 否则龙九会很惨 那就甭等他们动手 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除奸 对 然后知道个事故 让龙九逃跑 白老三也得放手 白家再见不到他回去 他们肯定要到这儿来找麻烦 那时候的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好 那咱们就自发地 组成除奸团 你看啊 寡妇改嫁 顺理成章 再敢阻拦 灭你全家 来 温大夫 嗯 您确定白老三和龙九 曾经有过纠纷 这龙九啊 跟白家的大儿媳妇有染 这维之慧啊 保安大队都知道 对 都知道 我们知道 就为了给鬼哥卖命 这两个人倒是估计全强了 这招我们是经过反复的研究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他俩一人一条船 把白老三押进卢尾档 用龙九的枪把它给干掉 然后连枪带这个气纹 一会儿给扔到船上 造成一种 他被追杀 七枪逃跑的一种假象 至于龙九 押到夜线附近 把它扔掉 让他这身脏 就是跳到江里 也洗不清 他就不敢带回来 这事儿 因为个人的恩怨 引起的仇杀 就连累不了大家 至于龙九 他是负罪逃跑 也就不用再担心 他回来告密了 这一下儿 我们可以啊 震慑龙九家的其他人 让他切身感受到 人们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是 从此以后啊 他就得老老实实 加一步做人 是 对对对 就这意思 小队长 从白的大儿子 白颜良 当镇长开始 就和龙九啊 鱼入乡里 欺压百姓 这白颜良 死了以后呢 这白家和龙九 不但没有消停 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了 没错 江队长 你瞧瞧啊 这红颜的四个 哥四个 这个 还有那个 还有这个 你看 都烧烧啥样了 这 这样哥到平时啊 我们 人也就忍了 可事到如今 如果再不惩治这两家伙 那以后 我们大家都得跟着遭殃啊 是呀 保护吧 把白老三和龙九郭押过来 明天一早 为民出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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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走 二代走 你们误会了 你们误会了 真的 走 别忘了 别忘了 别 走 不是 别忘了 走 快走 走 快走 走 走 来来来来 走 别忘了 走 你 你听我说 我押龙九 你出去白老三 别忘了 把枪和细纹扔到他船上 把仇杀的脚上做扎实了 他就再也不敢回来了 好 完事之后跟你会合 跟一块回去 记住啊 这可是咱们领走前 给霸下百姓的一份报道 浪无一失 没有问题 船 船 船 看见了 看见了 牵着一条船 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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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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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别开车 站住 站住 走 别叫了 别叫了 白老三的逃跑 这霸下阵就危险了 嗯 我怀疑不出一天 他就会带着日伪军再杀过来 温大夫 嗯 事到如今 也只能请镇民们跟我们一起离开了 嗯 师父 你们都是镇里的积极分子 就请帮助我尽快地向镇民们做好全力工作 是 放心 好样的 走吧 嗯 赵没见打 我们这儿都先惹上麻烦了 从来也没密信回来 估计他那儿的问题啊 可不比这儿小啊 嗯 易先生 嗯 我刚才听到 一个机女在吴国雄的军营里 他也给弄死了 就吴国雄那点屁好 这不早晚的事吗 那机女现在在哪儿呢 说是被送回老家了 有我们这儿开车到吴国雄兵 得俩小时吧 对 派我的车去吴国雄兵边去盯着 有任何易东立刻回来禀报 好 尝尝看看跟你比味道怎么样 这么香 嗯 陈皮打将 调入玫瑰山茶 枝子花蜜做饮 味道绝佳 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一手 策反伪军司令吴国雄的行动 迟迟没有进展 尚风已决定牺牲所有霸下阵人 此刻 梅寡妇是唯一的希望 而她 却忽然与大家失去联系 音讯全武 怎么样了 没有发现梅寡妇的密讯 最后一晚了 怎么连讯息都没有呢 我听说 祖城武已经秘密返回了 是队伍司令彻底绝望 还是准备孤注一掷 不好说 我想她不会不顾前途 主动开战 即使主动开战 也没有其他的部队配合她 按照计划中的部署 我军十二小时 就能将这座城市纳入射程 万事俱备 一场登风片就挂不起来 彰伍 彰伐 烦着呢 滚 吴司令那边 还是没有消息 早预料到了 所以我们 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 你想让我干什么 王嫂不堪酷刑 被迫交代出一个秘密 崇敬军筹谋战士之情报 为假 你还是让我把这个情报 告诉王嫂 明天就得把答案交上去了 没错 按照替华的设议 是这样 可计划已经泡汤了 既是把答案交上去 然后呢 然后怎么办 答案说真的在筹划战士 可仗打不起来 我们就是在撒谎 谎撒了出去 就要尽快地撤离 我现在真的有点琢磨不透了 在这样的情势下 尚夫应该帮我们 争取更多的时间 可那次情报 却像是立刻封门一样 势力格局做那样的改变 对我均持有好处 可锦衣卫逼宫是犯了大忌 上风会认为我们非常地危险 坏了坏了 要出大事了 怎么了 你觉得上风这么做 是在为我们争取时间吗 设的就是迷魂局 一路上风会认为我们来 有点地情报 就在我们的特殊 乔业 一路上风会认为我们 我们就在这路上 我们也有点迷惑 我们都在这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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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路上 我们就在那里 我们的这路上 都把自己当回事 你的意思是 尚风要牺牲我们 不敢肯定 但是最后一封电报 的确跟现状很相符 那就是借王嫂之口出卖我们 然后置大家于死地 敌人不率先开枪 就没有这场战事 没有战事就没有我们 没错 侥幸的是 长虎没有把这个情报 告诉王嫂 否则明天就是我们的死期 没错 赶紧告诉萧月 我们不干了 设法营救王嫂 然后我们撤离 你们怎么来了 我长虎叫来 咱们研究一个方案 营救王嫂 长虎 他去找王嫂送了一份情报 到底怎么了 什么 我长虎 王总 我刚才做了个梦 老王还在黄前路上游荡 他不知道往哪儿走 他想 叫我去陪他 可是 我舍不得傻眼儿 真的 纠结得不幸 王总 其实伤风的意思 是要你交代 我们的情报是假 我 我实在是猜不透 他们背后的意图 也不知道你交代了以后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 我隐瞒了你 你们想好了自己就行 我不所谓 死对我来说 就是解脱 我 祖成武那边至今没有护牌 但我们仍然按照计划程序做 我无所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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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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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五行犯处 话都聊不到一块儿去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偏就觉得你像个亲人 或许这就是原论吧 找个本分人嫁了吧 好好活着 吴国兄 今天谁都不要去指挥部了 离开这里以后呢 变装隐藏 然后去军火库 探查环境 没错 找到缺口以后呢 我们马上地潜入 因为军火库 可以给我们提供足够的弹药 而且它底下的排污管道 和积压王嫂的地方是相通的 我们悄悄地进入 对王嫂展开营救 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整个行动必须要速战速决 我收到梅寡妇的密讯呢 吴国兄的军队已空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吴司令已经决定携走 我们从现在起恢复原定计划 首先 把预定的破译结果交给也间 我相信敌人很快 会从王嫂那边得到情报 趁他们为两个完全结果相反的情报 纠结不堪的那段时间 我们做好隐蔽准备 就等战事打响 那 我们的答案如果是真实的话 王嫂提供的情报 就是假的 那王嫂 就必死无疑了 赶快阻止她 别让她交代那份情报 要快 她已经禁止与任何人接触 这话我昨天晚上就告诉你了 王嫂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已经没有能力自救了 更别说 一同内应战士了 那我们 只能放弃她了 而且我给了她一颗手雷 意思是 如果扛不住 就自我了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